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鸡蛋是我们平常经常吃的一种食材 今天我们去用它做一个好吃的 一起来看吧 取一个碗,打入5个鸡蛋 加入3克盐 加点葱花 取一个小碗,加入10克玉米淀粉 加入60毫升清水 搅拌均匀制成水淀粉 将水淀粉倒入到装鸡蛋的碗内 这样再捏搅散 西红柿清洗干净后去皮 切成小块 热锅加油,让油烧热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 30秒后用这个铲子烫一下 烫好以后盖上锅盖 闷8分钟 5到8分钟后打开锅盖 看一下鸡蛋表面已经凝固了 给鸡蛋翻个面 盖上锅盖再闷5分钟 5分钟后看一下鸡蛋已经明显的升高了很多 取一根牙签轻轻的插进去 如果不粘牙签的话就证明已经蒸好了 关火出锅 接下来把它切成宽条 我们家这个锅有点大 大家可以选一个小锅 这样呢这个鸡蛋糕就会发的特别的厚 特别的漂亮 接下来将鸡蛋糕斜刀切块 锅盖放入葱花 小火煎炒入香味 炒香后放入青红柿 翻炒 加两个生抽 炒软以后放入胡萝卜片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加入开水 放入木耳 放入鸡蛋糕 接下来给汤调味 加入盐 加入胡椒粉 搅拌均匀 最五分钟 五分钟后放入花嘎 花嘎不要忘记提前涂烧 让花嘎放到汤里边 一熟 再入味 花嘎干口以后放入韭菜 韭菜一定不要放早了 关火后加点鸡精 滴两滴香油 一道营养美味 清淡爽口的汇鸡蛋糕 就做好了 我是秀厨娘 喜欢我分享的视频 就帮我转发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